这边也来完成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个分享 这边呢大家看到的是我们BGWELL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使用OI 那UAT呢是User Acceptance这个Testing 是目前的是一个测试环境的一个状态 关于BGWELL这个项目呢 其实之前在咱们补金船社区里面 也都分享过两次了 那其中有一次还是效果挺糟的 因为那个声音没有接好 所以好像当时也有很多小伙伴呢 没有特别的听清楚这个项目 到底是怎么样运作怎么样去做的 那在这呢我今天呢也是很感谢 补金船给了我一个机会 让我把最新的一些进展分享给大家 之前听过的呢可能都了解 BGWELL呢其实是一个专注做 一级市场一级半市场 或者是叫我们叫做这个 Primary Market 就是一级市场一级半市场 场外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呢其实也是在这个交易的维度上 希望可以把一个目前币圈 现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空白给填补 打造的呢也是一个金融领域上的一个基建项目 那我们的这个基建的名字呢叫做RFQ Request for Quotation RFQ 这RFQ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相信所有的小伙伴们一定都知道 目前如果说我们想在 加密世界里面做交易 只有两种交易模式 现在只有两种交易模式 一种呢就是你去交易所 买各种已经上市的币 就像刚刚我们聊天室里面 小有一个小朋友小伙伴们问的 说有没有RGB可以推荐 因为您您推荐的这些老师 推荐这么多优秀的项目 但我买不到 那第二个方式呢 就是在各个的Telegram群里面 或微信群里面 或者是在各个的这个社区里面 通过这个多对多的这个口口相传的 这个方式 我们进行这些场外的交易 你如果愿意出点货的话 咱们找一个第三方担保 然后我们把它给 直接打到对方的钱包里面 那其实为什么会有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格局形成 我们先说第一种啊 如果说我们在交易所里面去做 我们面对的呢 其实交易所里的订单簿 就像刚刚一开始 Starfor老师讲的 就是现在交易所是最拉盘拉的最厉害的 基本上 可以做价格操控 这个单簿呢 不管即使这个交易所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啊 但是只要有订单簿的这一个模式 它就注定一定是一个中心化的交易机制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其实订单簿机制呢 我们每一个用家 无论你是买方也好 还是卖方也好 你上到去交易所里面 你的你看到的订单簿上的价格 并不是真正的你的对手方 就是卖方或买方挂上去的价格 而是做市商挂上去的价格 那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呢 是多对单 O to one 就是所有的用家 对订单簿这样的一个模式 做这样的一个交易 那在订单簿上挂价格的呢 只能是做市商 当然做市商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啊 那这样子做的好处呢 就是快 那这个币在这样子一个区间里面 不同的价位上 我都开放了一定的厂口 那每一个用户就直接上去减就行了 那呃呃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使我们做很多的这些 啊比如说高频交易啊 或者是量化交易啊 使用订单簿的这个模式 其实就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那呃他他的一些劣势呢 就是刚刚聊到的多对单 啊你其实对于价格是一个被操控的状态 或者说叫被位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呃另外你的资产呢 也需要先放到交易所里面啊 先摆在那里 你才可能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交割啊 那如果说我是想做一笔非常大宗的 或者是呃我想做我在别的地方 已经挂了的已经摆了的一些资产 但是我在这边看到一个更好的价格 我想在这在在在这一边逞交的话 啊那我可能需要先把我另外的资产先摆过来 然后再做这样子的一个交易 所以呢这些其实其实交易所这个模式呢 他的优势和劣势都是非常的明显的 那第二个模式呢 就是在各个的微信群里面 telegram群里面 他其实是可以解决 哎我的我的这个资产可以先不用放在这里 而且我呢交易对手是直接的买方和卖方 啊我可以做到一个多对多 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人角色 没有像订单簿这样的中间人角色 也没有做事实上在那里帮我去操控什么价格 那听起来呢是已经一种更加公平的交易模式 那呃呃但是他的历史呢 就是哎那我在settlement这个环节 很有可能会出现fail settle 就是呃这个对方的累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也知道在前段时间呃最火的这一次空投AR币呃在很多的群里面 大家都是通过这样子多对多的呃方式 在这个币他其实还没有生成的时候呃在场外的这个交易已经出来了啊 但是呢后来呢当这个币生成了之后因为他瞬间的价格提升 使得很多的这个交易双方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卖方啊就呃违约了 因为他可能即使是是说这个我呃我付呃我牺牲掉了我的这个保证金 但是我立刻在一个中间化交易所里把它卖掉 我可以赚更多的钱所以他宁可去选择这个违约啊 那其实这一方面也都是比较无法去呃控制的事情 那其实这一些事情我们我们把它推演到呃咱们现实的世界里啊 其实是用什么来解决的呢 其实是淘宝那在淘宝出现之前 我我买卖所有的东西只能去到这个商店里面 对因为如果不在商店里面的话 我无法想象我在线上我跟一个人呃谈定了价格 然后我打给他我把钱打给他了 他不把货发过来怎么办 所以淘宝出现了第一就是做了一个这种价格的 就多对多的这种价格的撮合和匹配 第二个呢也是最关键最关键就是他出了这个支付宝 完成了一个自动化的线上中间人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呃这其实类似的这种交易模式的可能是我们更加呃习惯 或者说更容易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模式 那在传统金融世界里面呢 做这做这一类商品商品属性较强的交易 比如说大宗啊或者是非标产品啊 非标产品就是像刚刚Jelly老师他分享那么一大串的那些 比较早期的这些代币或者是一些未来的代币 就future token啊 这些我们都把它统称为叫非标产品 那在传统金融里面呢 其实也是有类似淘宝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去帮大家完成啊所有的多对多的交易和最终的这个绰合安全性的这个这个啊交割的啊 可选择的平台呢知名度最高的就比如说像彭博啊 这些空头的token或者是这些大宗交易啊等等等等 我希望可以 因为我这个电脑实在是有点慢啊 然后我我现在呢是希望想要买一个 你看这是Map Protocol 它是一个跨链桥的这个协议 它已经上市了 这边我们也任何的这个币放上来的话 我们都也都可以把它挂在这里 它可以是一个还没有上市的代币 然后我们在这边定好价格以后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去settle它啊 那个啊具体的过程呢 我可以一会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比如说我现在希望可以买一万个 或者是啊这个这个Map这个币 然后设定的这个啊 我的这个询价的有效的时长呢是五分钟 那结算方式是链上结算提交 OK看到我刚刚刚刚刚的这个RFQ 我需要买一万个啊Map这个币 然后已经有三个人 厂内已经有三个人收取到了我的这个询价 并且有两个人已经给我提供了报价 我先来看一下 他给我大概报什么样的这个价格 哦两个价格不一样 这边也看到有一个报价呢 是用保证金报价的 也就是说此刻这个人在他的钱包里 并没有放全部的这个啊 一万个这个啊Map这个币 所以呢他只是放了相当于 这一个notional价值的25%的U 去做这个保证金 如果我和我和他价格谈妥之后呢 他再把他的这个Map的这个币挪进来 放到智能合约里面去和我塞头 那另外一个呢 这个匿名呢是呃直接就现货了 就表示说现在他其实是已经有 这个一万个这个Map的这个币的 我这边只要谈好了价格的话 就可以直接和他做这个啊结算 但是因为看刚刚看到这个时间已经到期了 我重新发一下 OK现在是一个新的生效的 我们来看就是新的 OK还是有这两个人还还在持续的这个报价 OK那如果说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可以接受的话呢 我是可以直接就点击接受 就啊我们两个人就可以进入到 Settlement的这个环节的 如果要是我觉得这个价格不太好 比如我们看到哎这一个价格好像更便宜一点 我不用这个价格来manage一下第二个这个现货的价格 我就可以跟他做一下讨价还价 然后数量也都是可以更改 比如说我呃想要多一点要六千个 嗯而和我的这个呃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啊 但是没关系我就可以这个呃呃已经很接近了 那我现在就可以跟他做这个接受确认 哎又过气了太快了 refresh一下啊 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ID啊他因为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接受了价格 对方就还是确认了和我的这个呃呃 这一单丢的这个价格 所以现在我们两个人其实是已经已经结算成功了 因为对方是现货 所以我们是直接在这个智能合约上就做这个呃呃 交交互的那我现在应该是可以在我的仓位里面看到我已经有了一万个卖 卖币了 OK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现在我的这个交易历史 显示我刚刚的这笔卖币已经结算 那时间关系呢我这边就先暂时不给大家演示这个保证金结算了 因为那个还涉及到我需要再去打款呢 然后和对方啊中间的时间呢也会比较长一点 呃呃目前呢现在BGBO这个平台呢 其实我们已经啊进入到了一个可以呃交易的这样子的一个呃状态 然后呃接下来也会陆续的来呃 有一些像像呃比较冷门的或者不叫冷门的吧 或者叫呃比较呃有高潜质的这样子的币放进来 所以刚刚呢我也比较关心 我以为这个家里老师手上直接有这些币呢 如果有的话呢在这就直接替普京传和BZ World的小伙伴们叫一下 您可不可以这个割爱放一点点您手上的这些future token出来啊 那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一个小伙伴 如果你们要是手上有现在比较呃热门的 大家知道这些具有高呃增长潜力的这些币啊 都欢迎大家把呃呃呃相关的信息给到我 我会在这个BZ World的平台上统筹所有的这个资源 为大家提供这些呃比较早期的呃币做这些场外交易 啊那后面如果说有一些比较热门的空头 大家想在这个想要一个比较安全的呃呃呃 有保障的这种交易模式的话 也都欢迎各位啊把相关的信息来跟我们沟通啊 那后面呢呃估计的五月份左右吧 我们会先开始和一些比较有潜力的币种做一些合作 啊也会陆续开一些ama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啊推广的活动啊 啊里面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呃这个呃奖励呀呃空头啊 给到参与的小伙伴们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其实在场外的世界里是玩法是非常的多 也是很振奋人心的那啊大部分呢可能都会以一些啊 大宗交易啊啊或者是这个突然不时出现的打折的甩卖出来的 这样子的一些单子而出现啊那啊这个可能会 就让我们在这个牛市里面大家在一起看到一些更精彩更有趣的玩法吧 那个其实我们production呢也都也都已经ready了啊 暂时是只是ERC20不过我觉得各位可以再等一等 等一下我们官方宣的这个这个官宣的这个这个正式开始交易的消息 因为那个那个时候会配合一系列的一些营销活动啊 就是大家可能会拿到更多的实惠 好的那关于bgwell的这个分享呢就先到这儿 啊刚才jelly分享的那个future token那个是不是可以把它比作为 呃想要去比如说对于一些潜力项目的 早期早期交互然后获得的一些token或sbt nft这一类的证明 那么可以把这些future token挂在这个bgwell上面进行一个售卖 其实是可以的因为啊future token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交易的这一刻你还并不持有这个token 但是bgwell因为他是把呃定价和settle的这个环节分开来了 所以呢你可以我我我你当然还是要跟平台先做一个这个协商 我们可能需要认定一下是你真的是有这个token 或者是让你有这个token的这个资格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你在这个发送rfq这个地方你可以设定settlement的时间 这个电脑实在太让人恼火了 就是你可以设定settlement的时间 呃一般来讲呢我们是希望你可以尽快的去settle 但是对于部分的future token你是可以设置一个很长的时间 比如说几天或者甚至于啊一个月等等这种很长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这样的话供你就有足够的时间拿到token以后再尽快的跟对方做这样的一个交割 这个这个是一级市场或背标产品和这个标准化产品最大的一个不同 这个是一级市场没有不清 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